新手小白想创业真的谨慎要谨慎啊 现在的大环境下真的要引以为鉴 我也发了很多视频就是关于很多新手小白创业的 被坑的一些视频啊 今天我又刷到这个视频 我就想又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视频他说投资60万 现在亏的是40万 现在负债还有10万块钱 就是被一个策划啊 被一个策划坑的一个小白 就是现在的状况真的很难 开业我总共把他的视频全部看了一遍 他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就是还两个月不到 就是这么种状况 现在面临的就是很乱 就是几乎他也是做生香类的啊 就是有卖鱼啊 买水果买菜这一类的 开业没几天 各个员工各个亲戚或者策划弄好了 开业好了也不管你了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他就是剩下的只有他两夫妻 收拾这个烂摊子 以前请的员工店里没生意也就走了 也是这么一种状况 现在才两个月的时间就是这样的烂摊子 几乎所有的生鲜蔬菜鱼类的那些都是清空的 全部是空的状态 就是没生意的一种状态啊 就是请策划的时候 他会帮你 你如果想做生鲜超市啊 或者什么设备啊 什么东西啊 专修这一类 他会都帮你搞好 冷库冰库 还有他进的 我看了他的就是整个视频的过程啊 就是进的水果那些 在链上价格上没有占优势 链上很多 感觉哎这个拿的货链多 这个生意刚开业的时候 肯定是信心忙忙开 这个也感觉哎 我这个货哪过了 肯定能卖得掉 但是呢 现实很骨感 就是开业之后就是没生意 导致了很多的库存压货 因为你大家都知道 生鲜类水果蔬菜 包括海鲜这些类 你卖不快就是死得很快 你的损耗就很大 你卖不动这些东西都是 扔掉 他没办法 只好拿到菜场那里去卖两夫妻 现在的状况就是 就是一个人的执意创业 导致了一家人受罪 他说现在 他老公 15点钟就要起床 孩子受罪 一家人跟着他受罪 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你想一下 两个月 亏了多少钱 所以我很多视频都是 劝新手小白 真的 你如果不懂这个行业 千万不要装进去 装进去你真的是 亏的裤衩子都没有 只有后悔 事实上没有后悔要 只有很多就是 开店 买教训 这就是很多新手小白 踩的坑 真的要谨慎谨慎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我其实说这样的视频 这样的案例 我也会很多很多 就是有的人感觉 我就是发出来 想让更多的小白 不要踩这样的坑 我店里啊 昨天来了两个顾客 两个男顾客 买这个口粮 他们两个进来呢 就问有没有红卡山 就是这个 软包的白色的 这个红卡山 我说有 然后我就给他拿 我说你要一包 还是要成条的 他就说要两条 我说好 我就拿给他了 拿给他了 正常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付钱过来 可是他们俩不是 他们俩把这个烟 拿过去之后 就拆包 拆包之后呢 拿出来一包 两个肉打开了 一人一磕 就在店里边就抽下来了 当时我还挺纳闷的 这怎么还不付钱 就在这抽上了呢 然后他俩呢 一边抽 其中一个男的就问另一个 他说抽这行吧 没问题是吧 然后另外一个男的点点头 我这一看啊 原来他俩是可能担心这个口粮 怕是假的 是吧 然后现场抽看看 如果是真的呢 再买 可能是这样 哎 这就是跟我想的一样 然后这个男的回头就跟我说了 他说啊 我们以前买过假的 所以说就担心 我想先尝尝 我说啊 我说那行 没问题 我说咱这口粮都是烟草公司统一配送的哈 也不怕你们尝 这个也理解 然后确实有买到假货的是吧 我说就即使你付完钱了 然后如果说你抽 觉得不对劲 觉得可能是有问题 可以直接打 从公司的电话 打电话 要求他们过来 自检 检验 这个烟 有没有问题 我说这个不怕不怕茶 然后他说嗯 他说这个确实抽着是是是对的 口味是对的 然后他就付钱了 转账过来 两个人拿着走了 他走了啊 我还在想 就是哎 好嘞 他是知道真品啊 正品是什么口味的 他知道这个真假 但是有的顾客啊 我之前听我同行说过 他店里就遇到过 呃 一个买 预期的一个顾客 就是说经常在别的店铺 买预期 常年的买 但是呢 他买的都说预期是200块钱一条 呃 然后呢 他后来他搬家了 搬到我 我这个同行 这个这个店铺周围了 他就上这里 上我同行呢去买 呃 说200块钱卖他行不行 我同行说卖不了 你200块钱 我进货还进不来呢 软玉期200块钱也进不来呀 然后说不行了 然后那怎么不行 我在别处都能买着 呃 然后那个 还挺生气的 我同行就说 外地的行情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本地的行情哈 软玉期还达不到说 200块钱 卖那个地不 啊 不至于说赔钱卖 每个地区不一样 可能外地可能有的是 啊 这个软玉期达到赔钱了 但是我们本地是达不到的 他说在我们本地啊 他就抽这个预期 就是200一条 所以说 一下我这同行就觉得 他可能买的这个未必是真货 啊 因为本地拿不到那个价格 谁能赔钱卖 不至于 哎呀 你像这种无可买完 他长 他长期的抽假货抽惯了 他可能在你店里买到真货了 他反而还觉得你这是假的 有理说不清 可能到最后咱 他也不怕他检验 烟巧公司过来的话 但一一检验这个口粮没有问题 肯定是真的 但是你这个中间是不是 需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和口舌 啊 成交这一单生意 哎 你就光说 现在在买卖多难干 卖点货容易吗 有我之前在沈阳有个同学就是 有顾客抽那个金钗 就非说有问题 到后来烟巧公司过来 啊 看了 检查了 这一眼一点问题没有 那顾客可能就是 他的口味 就是有变化呀 还是说是怎么回事 咱就不知道了 还是以前抽的是假的呀 现在抽的真的 他就觉得是假的了 真的是说不清楚 今天也太冷了吧 真的好冷啊 关键是还刮风下雨 你说你下雨就下雨 还刮风 然后早上是三点多起的床 现在话差不多十一点钟的 货全部进好了 然后呢 准备去看一下童装市场 因为我自己的妹妹啊 她说想看一下童装 叫我帮她看一下那个价钱 然后帮她参考一下 然后呢 我这边呢 就去童装市场看一看 看一下拿口价是多少 怎么样的啊 顺便帮她参考一下 虽然今年事情不好做啊 但是呢 她说她还是没事做 想找点事情做 怎么样 我说你确实想找事情做的话 那你就从摆地摊开始吧 把这些单品 要做的太复杂了 我感觉呢 我回去肯定会冻感冒的 现在人简直冻的不行 关键还起大风 前几天看天气日报啊 气温低穿的多 然后呢 结果呢热死了 一点都不准啊 所以呢 今天出门的时候 就没看天气日报 就随便穿了 没想到这么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